各位網友大家好 我是鄺俊宇 今天是2023年1月4日 星期三 這節和各位網友一起看看 話說01有一則報導分析 XBB.1.5 這個新變異病毒株是最新的 正在衝襲74個國家 也漸漸成為美國的主流家 最新的情況如何 跟我們也有關係 因為家因未來通關 人流越來越多 不知道相關的變異病毒株會否集港 和各位一齊了解 另邊商也說說 日本也有最新限制 從中國大陸入境者的最新安排 和各位一齊了解 另邊商據報有位中國旅客入境南韓過後 檢測陽性 送往旁邊的途中 竟然潛逃被通緝 最新的消息如何 和各位一齊了解 說到之前 記得按訂閱 免費訂閱鄺俊宇的頻道 看廣告月長是對鄺仔最大的支持 衷心多謝各位朋友 事不宜遲先看看這則最新消息 根據HK01最新報道 新冠最新變異病毒株 是屬於XBB.1.5 屬於XBB.1.5 屬於XBB.1.5 侵襲74個國家 專家警告屬於超級變種 更加容易躲開疫苗抗體 報導的內文是 新型冠狀病毒疫情在全球繼續蔓延 病毒一再變種 最新有XBB.1.5變異病毒株 逐漸在美國有成為主流病毒株之勢 在中國亦有出現 他已經在全球至少74個國家出現中影 專家指他更能夠躲過由疫苗或患者過去感染得到的抗體保護力 並形容這是超級變種 報導內文提到 Omicron擁有眾多變種 例如在2022年8月 印度發現變異病毒株 如今XBB.1.5 就是XBB的紫變種 由美國紐約最早發現 XBB.1.5比XBB有更多的特變 包括F486P 每日郵報引述專家指 這個有助於他 躲過由疫苗或患者過去感染得到的抗體保護力 所以專家擔心 會引發新一波感染潮 專家指沒有證據顯示 XBB.1.5 會比其他現有的病毒株更容易導致重症 甚至有專家認為是無需恐慌 但因為 XBB.1.5 有更高的傳染力 令到更多人感染 即使導致重症機率沒有上升 亦可能會提升住院個案數目 據報目前全球至少74個國家 已報告出現了XBB.1.5個案 這些地方包括 美國 英國 中國 印度 巴基斯坦 印尼 澳洲 以上來自HK01的最新報道 不得不防 新官 最新的變異病毒株的名字 XBB.1.5 暫時在香港 希望沒有相關太多的個案 但接下來若然一旦通關 人流增加 會否有這個超級變種集港 仍然是未知之數 據報這個變種 亦可以輕易 避掛有疫苗 甚至你曾經中過招 明明身體應該有抗體 結果還是不行 一樣會重招 一樣會疑似感染 根據HK01的報導 日本最新宣布 1月8日開始 從中國大陸入境者 需要檢測證明 報導的內文是 日本首相岸田文雄 在1月4日公布 自1月8日開始 從中國入境日本的女客 必須提供陰性新冠病毒檢測證明 有關規定 適用於從中國大陸 直航日本航班 不包括香港和澳門 東京政府之前已經公布 要求從中國大陸 入境的女客 在底境之時檢測 岸田文雄最新在4日就說 入境的時間檢測 會從 抗原定性檢測 轉為精準度更多的PCR檢測 根據日本政府發布的公告 1月8日開始 從中國 不包括 香港和澳門 直飛的客運航班 抵達的女客 是要被要求提交 起飛前72小時之內 的檢測陰性證明 以上來自HK01的最新報導 日本正在收緊相關入境措施 針對中國大陸入境人士 但當中不包括香港和澳門 未來會有更新的變化 我們會繼續緊貼 一收到消息 盡快和各位說 另外亦說說這則消息 根據《經濟日報》的報導 中國女客入境南韓過後 檢測陽性 送往隔離途中 潛逃被通緝 報導的內文是 韓聯社報導 有中國女客入境韓國過後 發現她的新官檢測呈陽性 那名女客拒絕接受隔離 並逃走 當地警方正追捕涉案的女客 韓聯社在今日1月4日引述 人村警察廳和防疫部門消息 一名在日前 1月3日通過 人村國際機場入境南韓的中國籍女客 在機場接受新冠病毒檢測過後 她的結果呈陽性需要隔離 那位女客在乘坐 這個防疫巴士抵達酒店過後 等待入住期間前途 南韓警方透過周圍攝像鏡頭確認 有關女客在今日凌晨抵達距離那間酒店 300米外的一間大型超市 此後行蹤不明 當地警方表示 正和疾病管理廳聯手追捕那名女客 以上來自《經濟日報》的最新報導 有位中國女客入境南韓過後檢測陽性 明明應該送到旁邊的酒店 結果中間離開 警方正在追捕他當中 而最新的閉路電視鏡頭就拍到他 在這個距離酒店300米外的一間大型超市出現 通緝這個人 若然捉到的話應該會被驅逐出境 另一箱也看看本地的網絡熱話 根據《星島日報》的報導 說有個打工仔罵上司的錄音 誤傳給上司本人 後續的發展令到打工仔感到意外 報導的內文是 傳短信要憤外小心 有打工仔分享指 日前意外將一段責怪上司的錄音 不小心傳給上司本人 估不到後續的發展令到他自己也感到意外 那位打工仔日前就在Facebook專業勞工處投稿 提到日前向同事控訴對上司的不滿 由於那位同事和上司的英文名 實為相似 真是鬼暗眼 傳錯了給上司 而上司也聽了那段錄音 事主直言 嚇到我死 想著就認死狗 想不到 上司隨後就詢問 平時我真的這樣 然後還叫我不用怕 事主就說 上司得知下屬的想法 亦是好事 並指最後甚麼事都沒有發生過 他好像還有少少改了 我錄音中所說的問題 相關鐵文 隨即引來網民的熱烈討論家 部分人認為事主不應該太早放心 並指 等你放下戒心 慢慢才炮製你 亦有網友說 出聲說不用怕 不出聲說我一定搞你 大家都在給這位事主 亦有人分享類似經驗 並指我真的有同事試過 說有同事在一個公司的大WhatsApp Group 寫瘋的經理 罵上司 秒山 但也被人截圖 以上來自星島日報的報導 講到這則網絡熱話 說罵上司 罵上司的錄音 傳給上司本人 或是拍戲也不太對 結果上司聽完後 竟然回覆他 就反問那個人 我平時真的這樣嗎 其後有改善有改變 不知道大家怎麼看 亦有沒有試過 傳錯信息的經驗 多謝各位 尤其是願意看廣告來支持礦仔的老友記 這段時間繼續努力拍片 和大家緊貼香港的各大時事消息 尤其是通關在即 究竟會不會有新的變異病毒株集港 又會不會如之前網傳所指 相關的新變種病毒株 有機會主攻一些腸胃 心腦血管等等 甘東硬曾經說過 就是無稽之談 但怎樣說也好 也要多加防範 和留意 通關過後 至少一兩個星期 香港的狀況 我們會持續跟進 我是礦仔 我們下節短片繼續聊天